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现场会议 更加绿色的电子材料 是我今天的这样一个主题 特别是在未来的一个发展 就是针对未来的一个碳中和绿色的这样的一个 经济相关的能源金属 特别电磁金属的它一个发展 我想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是需要原生矿的一个开采 但是也需要有更多的一个相应的一些电磁的一些回收 一些这个就是循环利用的发展 也是非常重要的 从历史上来讲 那在奥大利亚 我们也是在大利的支持 电动汽车和相应的 包括这个离矿 离电磁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所以呢 在我们可以看 在全球来说 我们也是处于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的阶段 所以呢 我们在 做这个离离子的电磁的回收的工作 包括翻的回收 这个过程当中呢 包括呢 我们也是对这个钩 等其他的一些金属呢 也是进行相应的一些回收和利用 那么在这个当中呢 也是有相应的这个技术 和专利的一个支撑 绿色的一些技术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有一些商应的这个事业部来负责相关的工作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是可以看到呢 这样的一些技术呢 可以充分的就是回收 并且再利 循环再利用 这样的一些这个材料 使得对开采新的这个能源金属材料的依赖呢 降到最低 进行碳中和 那我们呢 就是可以很好的去和一些合作伙伴一起来进行这些技术 技术的一些商业化 而且呢 我们在这方面的循环利用方面也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历史 这里是一个我们现在的这个业务部门 相关的主要业务的一栏表 那么就是在电池方面呢 我会主要的讲离子的这个电池的循环利用 我们有一些这个合资企业 合作伙伴的一些项目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我们的业务呢就是 一个是我们的技术 一个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两者缺一不可 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也会有一些相应的副产品 要产生 那在这个返回修方面呢 我们是有百分之各五十的一个合资企业来做相关的工作 还有我们的是离化学材料的 这样百分之七十三十的这样一个合资企业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有这个mineral resources的这样的一个合资企业 是在离化学材料方面的一个业务的开展 并且呢就是我们应用我们的这个一个相应的回收循环利用的技术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可以来进行这个离资源的回收利用 然后呢供给相应的 比如说在电动汽车方面的一个使用等等 这里呢我想强调的是 那我们需要那个就是 有这样的一个大宗商品的一个分析 那在电磁的能源方面呢 就是处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 因为我们从旧能源向新能源的一个发展 带来了爆发式的需求端的一个增长 我们也是非常关注于可持续的发展 这是我们重要的一个社会的责任 因为我们不是光是为了这个就是生产制造 然后盈利这样的一个单一的目的 还是要对绿色的经济做出我们的一个贡献 那就是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对离离子电子回收利用方面的一些情况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是强力的支撑新能源的一个发展 那么这里呢我有一个Primo的公司 是与SMS的这个集团公司呢 各占50%的一个JV投资企业 那我们的这个业务的目标呢 是向OEM的提供循环利用解决方案 我们成为一家领先的供应商 在这方面呢有很大的一个产业的机会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可以用作循环利用的这样的一个全球电磁的预测 它的一个情况 包括呢就是对被救电磁的一个回收利用 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可以看到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的这个肺料的一个回收利用的量呢 是逐年增长的一个大的趋势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呢有这个包括我们的涅离子 它的一个就是每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蛋比啊 就在我们右边的这个表里面列出来了 它是每一个电磁当中相关的这个含量的百分比 就是我们可以循环的利用 我们现在呢就是有相应的LIB的超级工厂 然后呢就是第一步呢就会进行一个 相应的一个可行性的分析 然后进行相应的这个废料一个产出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 相应的一些能源金属 它在这个工厂里面 然后呢就是进入到第二阶段 相应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加工 然后就可以再产生新的电磁 这样的一个循环利用 那这里呢我们有一些 呃代批的专利 它们是用于这些 电磁金属的一些循环利用 啊目前呢我们是通过Primo 这样的一个合资企业呢在德国 为所有的当地的呃整车厂商 OEM的供应链提供相关的服务 那我们也是呃可以看到呢 那它是首先呢是通过拆除 然后呢就是进行回收 然后呢进行这个重新的一个野链 然后呢就是产生相应的一些电磁材料 金属金属膜 呃 然后呢就是产生一些相应的 呃进一步的进行呃进一步的一些加工处理 然后产生有同心可以利用的这样的一个能源金属 呃包括呢就是进行市场的一个销售 我们可以看到呢 法律法规的要求是越来越严了 这是一个能源金属发展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驱动力量 我们可以看到的其实在这个整车厂商呢 它也是在要实现产业列的闭环呢 所以很大程度是受到相应的法规的一个影响 呃目标呢就是在欧盟电磁法规的离离子 呃电磁回收方面的成为呃 第一个完全符合所有欧盟法规的公司 呃这个目标呢是2026年2026年的时候呢 是可以实现 并且呢对我们来说也是要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那就是在可以看到这里也列出了可以循环利用的一些这个金属 包括相应的钩啊铜啊这些镍啊这样的一些金属 而且呢整个供应链它的作用也非常的大 并且呢通过这样一个图可以 可以看出包括在链在链在那个链等各种金属方面啊 它的一个需求在未来的一个大幅增长的预期啊 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商业机会 那循环绿色的这样的一种循环利用呢是 包括在欧盟在其他的国家呢就是变成一个 强行的一个要求 所以包括电动汽车新能源汽车啊 它对传统的内燃汽车的一个替代是势不可挡 因此呢新一代的电池呢在未来的一个需求 是无法仅仅通过新的矿三的开采来实现的 因此呢这个绿色的循环利用的一个回收的一个技术啊 在这方面就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呢通过这个这样的一些循环利用的 就是像呃建议来说可以减少大量的二氧化碳的排放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 按针的说明这个我们的合资企业呢 是得到了SMS集团的大力支持 这个SMS是一家有140年历史的德国的呃 知名企业呃全球将近一万四千五百名员工 在欧洲北美印度和中国都以生产的设施 那这样的一家企业呢 他也是在这个呃整个的一个支持力度也是非常大 有你们也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这样的一些设施设备 那因此呢在商业化方面呢 他们有很强的一个能力 那么包括呢他们的这个工厂呢 也是可以进行大批量的这样的一个呃 能源金属的一个存储 呃这是我们这个商业模式或者说盈利模式的一个情况吧 就是以最低总成本的方式来进行 那呃呃首先呢通过我们的自营业务 然后呢和这个合作伙伴的一个合作的方式来进行 也就是在经济规模上进行共享共担 呃呃 呃成一个良好的闭环 呃通过电动车和离电子电磁的欧业门厂商合资 建立这样的一个闭环 呃可以共享这个相应的利润 那我们呢就是呃 呃我们可以建立内部的这个能力 可以产生持续的企业造学的一个能力 那就是在合作企业当中呢 我们也是共同的做出一些新的投资的决定 那呃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商业管线的一个情况 那我可以看到的他的一些这样的一些企业 合资企业包括自营的一些企业的一些分布 那包括呢就是在澳洲的一个情况 它是每日时尊的一个产能 那包括就是在加拿大 我们也是呃有相应的50吨每日的一个产能 那包括呢在呃呃德国 这样的一个相应的一个产能 是能够满足一个需求 那很显然呃量呢是很重要的 因此呢在欧盟的一个市场份额的确认 这我们非常重视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根据国家分布的情况 那最多的还是在德国 因此呢就是呃通过这个右边的图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上呃就是相应的这个对绿色清洁能源 软性能源的汽车的一个需求的增长是受到法律法规的推动的 所以这方面的业务的增长的一个关一个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我们还和呃就是一些主流的OEM整车厂商进行合作 包括呢的梅塞德斯奔驰的合作 呃 那么我们在未来的这个五年也签订了合作的协议 呃包括呢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是2019年到这个 2030年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潜力 它的一个增长空间是非常的巨大 呃可以看到呢 这里是每年90万吨电池 它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因此在这里呢 呃 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这里呢也是非常巨大的一个需求和数字 那在北美地区呢 也是Starko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 那在呃当地呢也是提供整体的一个报废汽车的回收解决方案 呃 材料的来源呢是完全不成问题 所以由Starko公司呢负责这个来料的供应和相应的场地的一个保障 那这里呢 那这里呢我们看到的是德国的一个情况 通过这里呢可以看到 包括他的一些相应的一些野炼场的一些情况 包括呢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嗯 他的一个这个有一些轴心的区域和这个相应的一些附近的其他的一些支线 所产生的一些营收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非常的令人欣喜 呃这里是我们的一个时间表啊 呃在这里呢呃 呃包括和在前面提到的这个呃呃 呃奔磁这样的一些合同能够确保我们的产能能够得到呃充分的利用 呃因此呢我们总体来说啊 呃整个能源金属的一个回收循环利用的前景是非常诱人的 是代表着很好的商业机会 他是由技术推动的这样的一个增长 呃呃这个市场的需求推动的一个增长 那么等一下呢我们会回答问题 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就是我们的这个业务呢是有巨大的一个成长的空间 所以他是很有吸引力的一个投资 而且呢就是我们呢是 在这个方面呢也是积极的去进行投资 考虑到市场的一个发展的空间呢 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承诺 可以说一下潜在的一些 这特别是你其他的和奔磁他们的一个合作伙伴关系的一个潜在的价值吗 我们给他们提供这个产品和设备 我们是技术供应商对他们来说 那也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激动的一个合作 那么这样的一个合作 的确是可以在未来预计 它的整个的一个价值链产业链 它的一个潜力巨大 对我们来说呢 呃这一点是很明显的 那么很显然这个对 奔磁的一个产能也是有很大的一个价值和作用 因此呢 它是这个中长线来说是非常乐观的 呃好下一个问题 有没有潜在的竞争对手 也是在做欧洲的电子市场的 维收市场的 那么这方面我刚才就是没有去展开讲 呃是有一些公司那也是在股市上上市的 这样的一些公司 那么就是包括呢在韩国在这个欧洲 他们呢就是啊也是有一定的量 那么在也是加入到了这个绿色的电子的循环 利用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 那是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有很强的一个合作伙伴 在哪一个优势 最后一个问题 那问题呢是 就是啊里程碑 公司的一个啊 中长期的一个目标 那刚才我也设计到了一些 对我们来说 就是要就是 呃包括前面讲到了这样的一个有一个轴心 然后呢有一些这个支线这样的一个布局 呃在市场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布局能够去扩展我们的这个业务 那么就是可以更好的去扩展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业务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呃相关的一些这个新的一些更新的我们会及时的发布 那包括呢 包括呢芬兰我们也有新的工厂 那就是 这方面也是在做一些重大的决策 那包括呢就是 还有这个梨化学材料的一些新的项目等等 那么就是 我所以呢我们还要做一些这个可信的研究 还要进行进一步的实施 然后呢包括在葡萄牙的一些项目的布局等等 所以呢呃这方面呢就是我们自己也觉得非常的激动 因为这件事情有的确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在这方面的的确有一些前单性的布局非常好 好谢谢 感谢 呃那你那边的还是凌晨的时间 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一个讨论当中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谢谢